第一個深海魚 因為很多研究發現 深海魚裡面的EPA DHA 這我常講就是魚油這東西 它可以降TG 降三酸甘油 這樣效果還蠻好的 所以假設你兩天都吃一點 這樣一個巴掌大的這個深海魚 我當然推薦的就是中小型 鮭魚、青魚、秋刀這一類的 一些主甲 那大許雲是我們談過一個事情 所以鮭魚這個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它中均數高 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二來講當然 蔬菜、菇類、藻類 這個來講它裡面的一些質化素 纖維來講 它會讓我們的身體在合成 所謂三酸甘油會受到阻害 所以多次這些東西 對 降三酸甘油有效 另外一個 堅果 我每次講的堅果 有人跟我講說 也有油啊 對 堅果不是有油嗎 我說好 其實大型就發現 每天它一笑 原味綜合堅果 它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 可以減少很多心臟的疾病的發生 甚至對膽固醇會有點影響